哈囉,我是阿滴! 今天我要來介紹讓你在手機上面也可以輕鬆語言交換的 App 這麼熱衷於學英文的我們呢 相信或多或少都有語言交換的經驗 可能是出國留學、遊學 或者是在學校辦的 English Corner 或者是在捷運上面搭訕外國人 這三個我都做過 學習語言呢,如果跟母語者學習 就會學到最道地、最正確的用法 所以非常多的人都喜歡語言交換這個概念 你可以直接的跟母語者做最最最最最最最親密的接觸 你可以直接跟母語者做最親密的接觸 那不過呢,不是所有人都有錢出國留學、出國遊學 或者是直接有機會遇到外國人 所以今天呢,我要來跟大家介紹一個非常實用、非常好用的 語言交換 App 叫做 HiNative HiNative 顧名思義就是 Hi母語者是可以認識母語者的一個平台 在上面呢,有超過120種語言的母語者在上面不斷地交換語言 而我也是其中一個 它的運作邏輯非常簡單 就是你可以設定你的母語跟你有興趣的語言 那你就可以向其他的母語者去詢問你有興趣的問題 同時的,你也可以回答別人對於你自己母語的一些問題 比如說像我,我的母語是中文 我有興趣的語言是英文 那這樣我就可以向別的母語者詢問英文的問題 我也可以回答別人關於中文的問題 因為 HiNative 是一個社群 你在跟深圳的人做互動 所以比起翻譯的機器呢,會更加的準確 而且呢,你還可以學到更多深入的一些小細節 比如說關於文化啊,關於流行的一些小知識 那我們現在就一起來操作一下,來看一下這一款 App 要如何使用 那它可以用不同的方式登入嘛 那我們就用Email來登入 那我們就來輸入 好,都輸入完成之後呢,我們就可以繼續往下 那接下來的話,你就要選擇你的母語是什麼 然後再來的話呢,就是選擇你的有興趣的語言是什麼 那這邊的話,我把母語設成是中文好了 中文的話是要設...要找的是Traditional Chinese 繁體中文,所以在T下面 Traditional Chinese 然後它有一個Taiwan,也有一個特別的一個選項 好,然後這邊的話呢 母語選好之後,你有興趣的語言,你這邊可以選你是哪一種等級的 好,那比如說 初級啊,或者是中級,然後比較中高級跟高級 那我們選中級好了 那你還可以去加不同的語言 那這邊的話,都可以搜尋 比如說,如果我對韓文也有興趣的話 那我韓文可能是一個初學者 好,這樣的話都設好了 就可以往下 那這個它有一個簡單的Tutorial 第一個,HiNet它是一個Q&A的平台 然後可以跟這個母語者來交流 好,接下來你可以問不同的問題 好,然後我們要來試試看 來詢問第一次的問題 那這個的話呢 因為我的母語剛剛設成是中文嘛 所以它這邊就有一個問題是 你要怎麼樣子用中文說哈囉 好,那這個就是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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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打這個你 你好 哦,它接受我的答案了 好,下一個 好,接下來來看一下怎麼問問題 問問題的話有六種不同的問題 好 勾勾勾勾勾 那這邊它 呃,這個教學裡面我們要 問的是 這個怎麼說 好 那這邊的話呢 我們可能 How do you say this in English 那我們就可能打一個 中文 嘖 那我們來問問看 你 有 有 病 嗎 呵呵呵呵 對,英文要怎麼講 好 那我們就來 問問看哦 播出去 耶 好了 好,問完我們第一個問題了 那我們試試看其他的 比如說 好 這個 What does this mean 就是說 這一個英文的詞是什麼意思 所以這邊的話就要打英文 比如說如果你看到 Third wheel 你不知道這什麼意思 Third wheel 好 好,Third wheel的話呢 他其實是那個 電燈泡的意思嘛 那如果你想要問這個的話 就可以PO這個問題 好 哦 就PO出去了 那我們在等的時候 我們來回答一些其他人的問題吧 這個的話呢 上面是 繁體中文的tab嘛 剛剛這上面 我們是從英文 然後換到中文 所以中文的話就會有一些人 他們在詢問有關中文的問題 那這些的話我們都可以去回答 比如說 我完全用中文不會說對話 Does this sound natural 所以這個問題模式是 這個句子是不是自然的 會不會怪怪的 我完全用中文不會說對話 這怪怪的 所以這個有 還是可能聽得懂他在講什麼 但他有一點點怪怪的 所以我們就給他 Rate a little unnatural 有一點點怪怪的 好 下面已經有人回應了 他說可以把句子改成 我不太會使用中文語人對話 所以這就是比較正常的 我們收到了這個訊息了 Lady J mentioned you 好我們按一下 我們去看一下 好我剛剛問的是 What does third wheel mean? 有一個Native 他回答了 他說 A person hanging out with two people Usually a couple that are in a seat In a sense Oh in a sense 他拼錯了 SE and SE才對 Leaving him or her out Called the third wheel because Either having any odd numbers of wheels on the object generally messes it up Third wheel on a bike makes tricycle safe for kids to be left alone with 好所以他這邊 很詳細地回答了我的問題 有點感動 所以他說呢 Third wheel就是什麼呢 就是電燈泡的意思啦 就是一個人呢 可能他在 兩個人在約會的時候 在那邊當電燈泡 然後就被冷落的時候 就會叫做Third wheel 那他這個回答回答得很好嘛 其實我們看一下喔 我三分鐘之前問的問題 馬上就得到回應了 好給他個讚 就一定要按讚 然後可以回他 可以回覆他的留言 可以跟他說謝謝 然後給他一個emoji Thank you 好的 就像這樣子 你可以直接的跟母語者 做互動 問他們問題 你也可以問 你也可以去回答 關於你母語的問題 這樣子 還是喜歡我 一次喜歡 什麼啊 所以他非常簡單 再說一次他就是你可以選擇你的母語 跟你有興趣的語言 那接下來你就可以去詢問 這一些不同類型的問題 詢問之後呢 如果你的問題夠有趣 或者是有人可以回答的話 你就會得到母語者的直接回應 並且可以跟他們做互動喔 而且這個APP是免費的 你想問多少 想答多少 隨便你 不過呢在這邊還是要 推薦一下他們的Premium方案 就是一個月差不多喔 你要付200塊台幣左右 那你就可以讓你的問題被頂置 會有更多人來回答你 你還可以做完整的搜尋 去搜尋過去 所有被回答過的問題 一次 解答你所有 需要解答的問題 那這個APP的iOS 跟Android的下載連結 都可以在影片的更多資訊下面 找得到 趕快到HiNative 跟Native說Hi 嗯 這個說跟想得不錯 如果你喜歡這個影片 請幫我們按個讚 如果你想要看到更多的影片 可以點這邊的按鈕 訂閱我們的頻道 每個禮拜一跟四的晚上九點 都會有新影片喔 那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看到 我們前幾天的影片呢 是講有關頻道的新方向 所以就是這個禮拜開始之新 所以這個禮拜四呢 就會是滴妹的影片囉 記得要準時回來收看 So that's a wrap Thank you guys for watching As always And I'll catch you guys next time See ya HiNative 跟Native說聲Hi 我覺得這個 這slogan真的不錯 我應該要 要請他們 把這個放到他們APP裡面 喔 拍廣告 拍廣告 對 阿滴英文推薦 HiNative 跟Native說聲Hi 好尷尬喔 哪有什麼尷尬 哪有尷尬 哈哈哈